更多资源请登陆日语狂听 更多资源请登陆日语狂听 上回咱们说到朱元璋和陈有亮在鄱阳湖决战 7月21号鄱阳湖战役正式开打 这双方在湖上一布阵 朱元璋的士兵才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自己方面的这个船只太小了 在陈有亮的巨舰面前就像是玩具一样 这陈有亮的战船当中最大的长15丈 宽2丈高3丈 大伙您可以自个去换算一下 他这船有多大 而且船只分为三层 这个船的甲板上竟然有士兵骑着马来回巡视 而且从船的前头看不到船尾 这朱元璋的士兵站在自己的战船上 只能是仰视敌船 根本谈不上进攻了 要说这也难怪 这朱元璋的战船 居然还是以至正二十年龙湾之战当中缴获 陈有亮的船只为主力的 另外还有若干的渔船混杂在内 虽然朱元璋的士兵早就听说陈有亮的战舰如何如何的厉害 但是只有近距离的观察 才发现这是一支多么可怕的舰队 您说这仗还怎么打呀 相信这一场景应该是给朱元璋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因为在这之后 明朝的船只制造 一直都是以巨舰为目标 正和下西洋的时候 最大的宝船居然有一百二十七米长 这似乎是像几十年前的陈有亮在那示威呢 可是朕是既然已经拉开了 这仗又不能不打 朱元璋啊 在一片哀叹声中 说出了他自己的破敌的方法 他认为陈有亮的这个船只啊 虽然庞大 但是他机动性不好 利用自己船只的灵活性 还是可以击破敌人的 这个史书上原来是这么记载的 朱元璋说陈有亮的战船不立进退可破眼 这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是谁打去呀 此时此刻 徐达站出来了 说我当先锋 这个徐达可并非是匹夫之勇 他仔细的分析了敌方船只的弱点 命令自己的船只列为小队 带上火枪和剑弩 在靠近敌船之后 先发射火枪和弩剑 等靠上了敌船 再攀爬上去 与敌人短兵相接 在经过仔细的考虑和计划之后 这个徐达和常玉春 还有廖永忠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准备给陈有亮沉重的遗迹 第二天 徐达率领他的舰队开始了突击 他是身先士卒 带领着前军前进 在靠近陈有亮的水军之后 出其不意的带领着自己的部队 向陈有亮的前军发起了突然袭击 陈有亮的军队大为慌乱 万不料想朱元璋的部队会主动的发起进攻 急忙派出了舰队来迎击 这个时候 徐达的舰队突然是分成了十一队 从不同的角度来围攻陈有亮的巨舰 有点类似于这个海战当中的群狼战术 那由于巨舰行动不便 顾此失彼 所以没有办法打退徐达的进攻 而徐达的军队则称是攀上了其中的一条巨舰 杀敌一千多人 并且俘获了这艘船 陈有亮的前军被彻底的打败了 这个陈有亮发现了徐达进攻的特点 于是赶紧集中了几十艘巨舰 发动这种集群式的攻击 徐达一看 不行 不能硬拼 赶忙把自己的舰队后撤 这陈有亮的军队呢 是顺势发动了追击 然而他们没想到啊 这是一个圈套 陈有亮的水军尾随追击徐达 追着追着呀 突然发现这风向变了 变成顶峰了 这个时候 在朱元璋的中军舰队里 等候多时的于通海 立刻是集中了大量的炮火呀 向进入射程的陈有亮军队 猛烈轰击 陈有亮前锋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 二十多条战船呀都被焚毁了 朱元璋军 其开得胜 但是陈有亮毕竟是陈有亮 在初期的失败之后 他及时的调整了舰队 发挥自己巨舰的优势 利用船只上的火炮 对徐达发动猛攻 在这次攻击当中 徐达的战舰被击中 他不得不放弃了旗舰 转移到其他的船上 暂时也就失去了对舰队的指挥能力 这下可麻烦了 陈有亮军是趁机发动反攻 连续击沉了朱元璋的几十条战船呀 朱元璋军损失惨重 溺水身亡者是不计其数 经过了这一番的较量啊 双方又回到了僵持的状态 然而朱元璋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陈有亮的军队即将发起一次出人意料的攻击 这次攻击就连陈有亮自己也没想到 对朱元璋而言可是致命的 说到这儿啊 有必要跟您介绍一下 这个元朝末年呀 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 在各路诸侯手下呢都有一大批勇猛的将领 在这些将领之中又以朱元璋的将领为最强 这些人各有专长 比如徐达比较善于谋略 李文忠善于奔西 长宇春善于突击 冯盛善于侧击 朱文正善于防守 但是要说到猛将这个天下的将领当中就没有能和张定谛比的了 那位说了这张定谛是谁呀 我给您介绍一下 他呀是1318年生人 元籍湖北缅阳 和陈有亮一样啊 他也是出身瑜伽 此人不但是勇猛善战 而且是知天文实地理 甚至还懂得算卦 他是陈有亮小时候的伙伴 也是他的死党 拿现在的话说那叫发小 早在湖北的时候 就跟陈有亮张碧仙结拜为把兄弟 发誓是生死与共 陈有亮这个人一生是非常的多疑 唯有对张定谛是极为信任 在战局出现僵持状态之后啊 张定谛决定实施他的行动 这个行动就连陈有亮也不知道 相信如果陈有亮知道的话 也绝对不会同意他实施 怎么干的呢 张定谛呀 率领他的旗舰和两艘副舰 从陈有亮的水军阵型当中开了出来 这个陈有亮的军阵型当中开了 陈有亮的军队和朱元璋的军队呢 都认为他是出来巡航的 并没在意 可谁知道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张定谛率领他的三条战船 是一刻不停直奔朱元璋的旗舰而去 他想在百万军中取朱元璋的首级 刚才我们说了这张定边他是一员勇将 那是勇不可挡啊 这个时候作战双方都被他给搞懵了 陈永亮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张定边就冲进去了 这朱元璋的部队呢更是没有地方 前锋纷纷败退 张定边也不理他们 直奔着朱元璋的船就去了 一直冲到了中军 朱元璋的水军才反应过来 哦感觉他的目标是全军的主帅朱元璋啊 被惊呆的将领们是纷纷的缓过神来 立刻指挥自己的战舰前去阻挡张定边 张定边冲到中军的时候 已经被三十多条战舰围住了 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在这些围攻他的将领来看呀 张定边的表演应该已经结束了 可是没想到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事情 还在后头呢 这张定边虽然是孤军深入 深陷重围 但却越战越勇 锐不可挡 为了鼓舞士气 他亲自拿着宝剑站在船头上 以示自己绝不后退的决心 手下的士兵被他的勇气感动 没有不尽力而战 所以张定边的战船竟然从重围之中杀了出来 一路上是击败了朱元璋的各路将领 先后斩杀了大将韩成 陈兆先和宋贵等人杀出了一条血路 朱元璋的水军竟然被他冲成了两半 他是一路直奔朱元璋而来 这个时候在后军的朱元璋眼见张定边的战船一路冲过来 也慌了手脚了 连忙命令船只赶紧赶紧转舵躲开 可谁知道这乌漏偏遭连阴雨呀 由于转舵太急 这朱元璋的船竟然搁浅了 朱元璋这时候已经是束手无策 因为已经没有战船能过来救他了 眼瞧着就要当张定边的俘虏了 在这个武侠小说里呀 大凡遇到类似的情况 都是这美女受难 武林高手前来相救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 危急时刻也会有武林高手挺身而出 那这次究竟是谁挺身而出救了朱元璋呢 他就是朱元璋手下的大将长玉春 这个长玉春啊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这个时候他的战船就在离朱元璋不远的地方 在众人都急得团团转的时候 长玉春非常的镇静 他手拿一张硬弓 来到这个瞭望的军事身边 沉稳的问这个军事说呀 哎 告诉我哪个是张定边 军事拿手往前边站船上一指 就那位站船头上那个 好嘞 长玉春啊 拉弓搭箭 这军事指人的手还没放下呢 他这箭已经离了弦了 送一箭 正中张定边 这射的还是个移动吧 张定边被箭射中之后 是无力指挥战斗 就此退出了战场 这张定边算是结结实实的当了一回赵子龙啊 咱们大伙都知道 在这个三国演义里头 赵子龙是孤身一人杀入曹军阵营当中啊 是七进七出啊 最后是全身而退 那么赵子龙杀进曹军的时候呢 曹操有爱将之意 命令手底下人不许放箭 可惜啊 这朱元璋不是曹操 他没规定不能放箭 张定边受了箭伤退出战斗之后 那第二天的战役也就此结束了 这实在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在当天夜里 陈有亮召开了作战会议 总结了当天作战的经验 他认为啊 要发挥自己战船的长处 必须保证集群突击 就是所有的船只要一块进攻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些船只 他的行进速度不一样 有的快 有的慢 没有办法保证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 也就没有办法保证统一的攻击 怎么办呢 于是这个陈有亮啊 他自认为创造性的想出了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啊 就是把所有的船只 所有的战舰 用这个铁锁给连起来 怎么样 听到这儿 您是不是觉得特耳熟啊 这不是火烧赤壁里边的连环剂吗 怎么他拿来用了 其实啊 这是挺不应该的 据说呀 陈有亮和施耐安的关系很好 那如此说来 在他们同时代的这个罗冠忠 他也应该认识 罗冠忠写的三国演义吗 是不是 他如果认识罗冠忠 那就实在不应该犯这个错误 也不知道为什么 陈有亮竟然会采用当年草草用过的婚招 看来啊 罗冠忠当时可能并没有写完三国演义这个书 或者是啊 这三国演义写完出版之后 他忘了给陈有亮送一本去了 第三天的战斗打响之后 朱元璋的军队率先展开了攻击 朱元璋亲自吹响了号角 召集重军前来布阵进行决战 这个时候 陈有亮的铁锁连环舰队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 他所有的战舰呀 全都连在一起 绵延竟然有十里之远 远远的望过去 就像是一座山一样 朱元璋连续派出了三支舰队 轮番进攻 结果都被打败了 而陈有亮敏锐的察觉到 朱元璋的右翼非常的薄弱 于是他就指挥大军猛攻朱元璋右翼的军队 这一招可真够厉害的 朱元璋的军队抵挡不住 眼见形势不妙 朱元璋亲自仗剑守在船前 以这个旗舰的位置为底线 凡是后退超过了这个底线的这些军事 都被朱元璋亲手斩杀 但是朱元璋连杀了十多名后退的千户之后 仍然阻挡不住这个军队的败势 眼看就要全军崩溃 谁知道在这个时候 朱元璋的军队里 也出了一个类似张定鞭的猛将 刚才我们说了张定鞭 只身一人驾驶他的战舰 冲入朱元璋的这个军队当中 打的他们是落花流水 那朱元璋的军队里 这个时候也出了一位这样的将军 是带位呀 就是丁普朗 我们前文书说过 丁普朗啊 和这个陈友谅手下的赵普胜 是结拜兄弟 那么当年的这个赵普胜 被陈友谅给杀了 所以丁普朗就投奔了朱元璋 他投奔朱元璋 并非出于自愿 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啊 到了朱元璋的这个部队当中呢 他是作战一向都不怎么积极 哎 但是此时此刻的对手 却让他露出了自己的狂人本色 为什么呢 对手是陈友谅 陈友谅又是杀害他结义大哥的仇人 对他来说 什么都在其次 只有兄弟义气是最重要的 陈友谅这个卑鄙小人 杀害了他的大哥赵普胜 今天他就要让陈友谅来偿命 丁普朗在自己的船头竖起了一条七尺长的白布 上边写了八个大字 什么字啊 旁人不问 为诸九四 九四是谁呀 九四啊 就是陈友谅的小名 据记载啊 这个陈友谅的小名叫陈九四 我们不是说了吗 在这个元朝的时候 穷人啊 起不起名字 都是用这个数字 比如说出生时候的重量 或者是这个生日啊 用这个数字来当名字的 那朱元璋呢 叫朱崇八 是两个八 陈友谅就叫陈九四 从这个名字来看呢 陈友谅和朱元璋 都是受苦人出身 不过现在 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 自杀的是不亦乐乎 哎 这个丁普朗啊 竖起白布 写上这八个字 旁人不问 为朱九四 那意思就是告诉这个陈友谅手下的军队说 我呀 就找陈友谅算账 其他无关的人 你们都闪一边去 跟你们没关系 这个丁普朗的冲锋 可以说是在张定边上演了好戏之后 他又演了一个续集 他也率领着自己的战舰 冲向敌阵 这个时候呢 正是朱元璋败退的时候 所以呢 也可以说丁普朗的攻击带动了朱元璋军队的士气 使得朱元璋能够撑到决战的时刻 当然了 丁普朗的冲锋方向并不十分的理想 和张定边不一样 他是哪人多就往哪冲 人家张定边冲锋啊 是有目标的 直奔朱元璋 要取这个朱元璋的手机 但是呢 这个丁普朗就跟这没头苍蝇似的 这冲一下 那冲一下 倒是看着挺勇猛的 其实却没有什么太大的战果 自己最后还把命给搭里头了 这就是名将之勇与匹夫之勇的区别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丁普朗的攻击 给了他的那些战友们支持下去的勇气 让他们终于等到了下午 那个绝病胜负的时刻 在不断的败退当中 朱元璋意识到 这样下去 肯定会全军覆没 这个时候 他的部将郭兴 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郭兴说 现在敌情严重 并不是咱们的士兵们不卖力 都怕死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因为敌人的船只本来就特别大 而且又用这个铁链连成了一体 我们是没有办法对他进行攻击 如果要想取胜 必定要用火攻 您听着是不是又耳熟了 又奔三国演义那个路子去了 朱元璋对郭兴的建议也非常的赞同 他立刻就布置人 弄了七条船 装满了火药 并且把稻草人穿上了盔甲 在船上摆出动作 组织了赶死队来操纵船只 并且准备好了接应的人员 一切布置停的 他却发现这个攻击没有办法实施 为什么呢 因为朱元璋啊 遇到了和周瑜同样的问题 没疯 这个朱元璋再有本事 他也拿老天爷没办法呀 他看着郭兴 那意思是说 你还有什么办法呀 这郭兴也没招了 对朱元璋说 朱公 那咱们就等吧 好 你说这风是说来就来的吗 朱元璋只能组织起他的部队 拼死抵抗 等待风来 我们知道啊 在这个三国演义里 人家诸葛亮那是借东风 这还有点盼头 就纯粹的这么等 只能是等奇迹发生了 然而这个奇迹 居然还真就发生了 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 这个浦阳湖的湖面上 竟然刮起了东北风 朱元璋一看起风了 太高兴了 立即命令火船出击 这七条船在点火之后 靠近了陈有亮的战舰 是火界风势 风筑火威 陈有亮的战船 由于用铁锁连环 没有办法逃脱 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 朱元璋趁机命令军队 发动总攻 一刹时是沙声震天 经过这一战 陈有亮的几十万军队被监 几十条战船 全部被焚毁 这正是烈火出仗 赵云海 赤壁楼船 逆扫空 这一仗 朱元璋是打胜了 那么整个这场战役 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咱们明天接着说 赵云海 墙中 钮 水 水 水 缜酒